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 如今张富王继续在华侨大学读研深造 2022年春季开学以来 因疫情无法返校参加线下学习 张富王在泰国接受中心社记者连线专访 他告诉记者 学中文的想法源于2000年到云南参加短期学习班 在逛书店时 他发现西方计算机编程书籍中文版本 比泰文版本便宜了不少 对于痴迷计算机编程的张富王来说 犹如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些课本就厚厚的课本 翻译的话 一本也需要五六百块人民币 可是那时候的我看到才一百块人民币 所以价格差了很多 我就这么决定自己的心了 张富王认为中文发音并不难 最难的是汉字 他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附近龙舟池 有个汉字景点介绍 当学中文时 他只认识一点汉字 经过四年学习 张富王已经能够全部读懂 那一大堆的字都能读 而且都能懂 这是我最大的印象 最深刻的印象 谁想到对吧 谁想到就很难的汉字 有上万几万 结果你通过了四年 读书期间 张富王还曾协助福建警方 抓获潜逃泰国五年的 涉嫌骗取贷款的犯罪嫌疑人 中国公安部猎狐追逃对象陈某 当时中国警方找到张富王 希望能帮助破案 他一口答应 并主动和泰国移民局联系 不到一周 泰国移民局就锁定嫌犯 随后张富王做了大量的工作 甚至连续14个小时不中断协助中方 进行案件调查和翻译佐证材料 这边福安的警官 然后他们特别激动 因为逃了五年 逃了五年都追不过来 可是在我们的这种合作 就一下子就能把它定位了 我们能帮 就互相帮助也挺好的 学完四年中文后 不少人都劝张富王到北京 攻读翻译学硕士研究生 但张富王认为 自己学了翻译学单位就只有他一个人精通中文 最终张富王选择回华侨大学 就读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他想教更多泰国同事学习中文 为中泰交流尽微薄之力 我爱华侨大学 如果我就继续学这个教育的话 那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作为张富王学业有成的见证人 华侨大学原副校长曾璐对他印象深刻 2017年在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的毕业典礼上 张富王除了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他还担任了泰国嘉宾的中文翻译 曾璐作为主持人和他搭档配合默契十足 在泰国有不少警察系统的学员 他们回去以后 不是简简单单地用上了中文这种语言 更多的是他们借助了 他们对中国语言的掌握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在中泰警务领域的合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自2005年至今 华侨大学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项目 已连续举办16期 为泰国 越南 缅甸 老挝和柬埔寨等13个国家 培养了近1300名熟练掌握汉语听说读写 热爱中华文化和熟悉中国国情的高级人才 在他们内心的深处深深地扎下了 比如说他所在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友谊的根子 同时关键是增进了文化的方面的了解和理解 更便于国家人民甚至部门领域之间的沟通 迎来送往多届学员 增禄颇为感慨 2020年受疫情影响 第15期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的109名学员 无法返校参加毕业典礼 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位学员代表 在云端合唱中文歌曲《朋友》 依依不舍的同窗情谊深深触动了增禄 那些学员不能亲身到学校来 在各自的国家通过线上表达他们的一些情感 我听了非常受感动 都会流出眼泪 真感情 这些学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